南投民族舞团 或意大利全国艺术节 联盟组织邀请前往参与 2017国际艺术节活动 议员罗美琳及议员尤鸿达 特别丽临授旗典礼 为南投民族舞团加油打气 南投民族舞团 它就要代表台湾到意大利 去参加他们艺术节的巡回演出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机会 那我们都知道说南投民族舞团 它是我们南投县内首屈一指的舞蹈团 尤其是在李静芝老师的带领之下 每位舞者都是有非常精湛的舞技 意大利艺术节巡回展 我们中华民国由南投县的 李静芝舞蹈社团来代表参加演出 当然今天是我们的新权记者会 那宝达特别来跟李静芝李老师来加油 一直对舞蹈 在南投县的舞蹈贡献 对舞蹈的执着 真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议员曾正言表示 希望经由舞团精湛的舞蹈表演艺术交流 打响国际知名度 让国际友人了解台湾文化 演行是意大利表演 那希望说带来亮丽的夹击 将我们南投县的这个知名度 打响国际舞台 那在此也非常感谢 那在意义方面 我们也会尽量的来争取 争取这个金会 来使我们的舞蹈 舞蹈这方面的金会不用烦恼 那也是希望说在这个各项的活动 能够更亮丽更成功 议员张维华及议员赖燕雪也表示 远赴意大利并不容易 并也自掏腰包尽一些绵薄之力 原学生的梦也判透过这一次远赴意大利 能成功跳出两厘的成绩 我们感觉到这一次 这个赴到意大利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很多的支费开支 都是从我们这些爸爸妈妈自己掏腰包出来 所以为了要表达我们的支持 我个人赞助一万块 勃勃勉勉之力 能够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在后面不仅是嘴巴支持 我们更是实际上在这个经费上 也能够支持他们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民主舞台 要出国一个巡回 我们知道说最困难的就是我们的一个裁员 那这次是所有的都有我们的意大利这边 全部来支出 但是我们知道说裁员结局 那么随团的人也相当的有限 所以艳雪也是自掏腰包 尽棉薄之力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薛同 能够圆银梦 也能够让我们的民主舞台 能够打下一个亮丽成功的一个外交 盖舞团是由李老师创立于民国76年 前身为舞蹈社 是南投县的第一个舞蹈团体 也是相当优秀的在地舞团 十余年来舞团不断精进 有别于一般舞团 也期盼透过精湛舞蹈表演艺术交流 让国际友人更加了解台湾的文化 明星文王国恩南投采访报道